要拜托所有的基隆的相亲 出来投不同意的票 不然的话往后会跟我以前的一样 有很多视频到现在才在后悔 这个世上没有后悔的这一个要 前高雄市副市长李四川 替谢国良站台语出惊人 网路舆论一片嘲讽 本专Mr.柯学先生就炮轰李四川 是7月半看到鬼吧 曾代表基金党参选高雄议员的 政治工作者黄敬雅也发文分享 赶走了韩国瑜迎来陈其迈 让赛马场变成台积电 赶走了韩粉光头娃娃 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国际巨星 高雄在罢韩后的蛻变 证明选错人赛马场 选对人金元场 李四川副市长最近的谈话 显然跟高雄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没有把韩国瑜罢免掉 没有让陈其迈上来的话 这些建设是否能完成 恐怕有很大的疑虑 竟然用韩国瑜当例子 把罢韩经验拿来对比 这根本是想帮谢国梁冲出更高的罢免票 如果韩国瑜真的这么好 为什么国民党要把他保护在部分区 让他不用接受民意的检验呢 韩国瑜执政高雄经济下滑 数字会说话 2018年12月底韩国瑜就任 当年度高雄市全年的盈利事业 销售总额数字是4.8亿兆元 一年后2019年底销售总额却跌到4.68兆元 衰退幅度2.59% 到了2020年数字又跌到只剩4.52兆 衰退的幅度扩大到3.49% 同年6月韩国瑜遭到罢免 8月补选 陈其迈当选执政后 2021年销售总额睽违两年首见证成长 年底销售总额的数字提高到5.57兆 增幅达到23.28% 罢韩之后没有韩国瑜的日子 有没有后悔市民最有资格说话 民事新闻林静林东民台北高雄 请大家等计我跟大家